2015年 新疆一放羊老人在山洞中发现一具干尸 从穿着的衣服和戴着的帽子来看 干尸应该是一名清朝人 在他的右上角还放着一个烟袋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文物局赶往现场拍摄到的现场照片 清晰可以看出他的衣服保存完整 就连尸身的皮肤也没有腐烂 这是由于新疆的气候较为干燥而且风多 才让整个干尸完整地保存下来 随后文物局为了验证他的身份 仔细地搜查了他的衣服 最终在裤兜里发现了几两碎影 还有这枚牙牙牙牙牙在清朝就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 根据牙牙上的名字 专家翻了成百上千的史料 终于确定了干尸的身份 原来他竟是当年左宗堂的一名部下 我们都知道 新疆在清末时期遭到中亚浩瀚韩国首领阿古百的入侵 此时的大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 李鸿章尚书 慈禧也是主张海防而放弃荒无人烟的新疆 可此时左宗堂站出来反对道 老祖宗留下的姜土若丢失了 对不起先辈对不起子孙后代 于是他开始自筹军费 招兵买马准备收复新疆 1875年 此年65岁高龄的左宗堂在湖南征集了6万相军 出征前他抬着一口棺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毕与不收复失地誓死不归的决心 这是当时左宗堂在前线拍摄到的一张老照片 此后的一年里 在环境恶劣军饷极缺的情况下 左宗堂率领这帮英雄之师 收复了新疆全境丢失的166万平方公里疆土 从此新疆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的版图 完全可以这么说 没有左宗堂就没有现在的新疆 当年这句干尸可能就是跟左宗堂抬官出征的老不祥 由于年事已高最终战死沙场 左宗堂可能也是按照老兵的遗愿 将他安放在就近的山洞里 且在他的身边放了他生前最喜欢的烟袋